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晚上好 你好我是Suzanna 我今天晚上就是来叫我们新加入Liveway的朋友 一个伸手热门 为什么叫伸手热门 那大家是不是在Liveway 还没到三个月的 在聊天是给我一个1 有没有没到三个月的 给我一个1 有啊 就是这个今天晚上 我想要就是教大家 怎么使用我们新手在Liveway 你怎么样去开始 你先要了解什么 那你需要知道的事情是什么 首先如果你们要进去公司的系统 我们先要用电脑 还是用平板 因为这个画面比较大 你就会看得比较清楚 那我希望我今天晚上教你们的事情 你们可以学到 还有知道怎么样帮助你们在Liveway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户口 我们登入后台的链接就是这一个 HTTP HTTP Backoffice Liveway .com 就是这个 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那我们先进去的时候 我们先选择语言 你可以选择英文 你可以选择中文 也可以选择不同国家的语言 大概有11个语言吧 你就进去选择你觉得你最会明白的语言 好吧 那我们争取以后 那我们争取以后 我们每个人有一个user name user name 就是你开户口的时候的名字 还有我们还有一个密码 这个密码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电脑上面去做一个储存 所以每次你争取的时候就比较快更容易了 如果你真的不记得你的密码是什么 你的用物的明清是什么 也没关系 你就把它重击一下吧 你很简单 就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看到忘记密码 这个位置 按下去 如果忘记用物明清也是按这边 好吧 按下去以后 他就会问你 拿你的电子邮箱的号码 你就把它打进去 还有就提交 如果你这些客户ID忘记了也没关系 主要就是你的电邮 你按下去以后就可以 所以我们在LiveWay 所以每个人的户口只有一个 每个电邮电子只能开一个户口 我们的电话也只是登记一次 如果你重复的话 稍后会出现问题 所以我们LiveWay 我们的系统我们的基督是每人实名登记一次 一个户口 明白吗这一点 好了 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去找回我们的电话 找回我们的密码 那他就会传到你的电邮里面 那你就可以透过你的电邮重新确定你的资料 在你的你的密码 那我们正确以后呢 我们可以更改我们的个人计量 我们在我们的优伤面 优伤面 我们会看到扣舞车 扣舞车 贾兵 会有一个名字就是你自己的名字 你登记的username 那你按下去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更改辞职 这个位置 更改辞职这个位置 你再按下去呢 你就会看到你的名字 那你看到我 我决定我的公司名字是 Susana 因为我的名字其实是吴君儿 Susana 那我把它简单一点就是把它放 Susana 如果你真的有公司名簽 你也可以放你的公司名簽 这个名簽是什么呢 这个名簽就是人家登入我的连接的时候 他看到什么名字 明白吗 如果你这个公司这个位置你有决定的话呢 人家登入你的连接的时候他就会看到你 你决定的这个公司名簽 如果你需要改的你可以向公司去申请的 还有呢 这个表将内容是什么 表将内容就是公司会有一些颁奖 好像说你这个月到的什么级别 那他会有一个颁奖 你希望公司用你什么名字去出 可能有些人不喜欢用自己的名字 喜欢用公司的名字 可能有些人用特别的名字 你可以在这边决定的 但是如果你开始的时候没有决定 后来要决定 你就也是要联系Lightway的Customer Service 就是客户服务部去更改 好吧 其他的资料你看下面的资料 包括出生日期你的身边你的电邮你的用户 名气你的密码全都可以自己改的 好再下去这个半是重要的 第一最重要的是就是网站 这个网站就是你的公司户口号码 网站你就要把它copy下来 这个网站不能改变的 如果你要改也是要向公司去申请 但是一般来说这个网站就是你登录的时候 决定的username 前面的https lightway.com 大家都一样 我跟你跟你们全部人是一样的 但是后面的就是lightwayaus 这个是我自己决定的名字 那你决定的名字是什么 就是你的username是什么 就放在这个位置 如果我们要把我们lightway去介绍给朋友 这个网站就是我们的公司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网站连接 送给传送给我们朋友 我们的朋友按下去 里面看东西 接着买东西 这个人就是你的客户 就是那么简单 我们全都是用连线的 全都是用网站去做 所以我们不一定需要 我见到我的朋友才跟他介绍 其实是不需要的 我成为spd 我还没有见过两三个朋友 我全都是在网路上去做的 所以lightway真的真的可以是一个传 online的business 就是在网上你也可以能够做的成功 因为我这只的spd 我从开始加入到spd 其实我是在lockdown里面的 所以我没有见其他人的 好 那联系的方法 你的地址 如果你要搬家 你又一定要改 因为有时候 可能你有得到什么长项 公司会送你什么礼物 他也是会寄过去的 所以你这个地址一定要update 就是要收改 如果真的要换了 那你的电话 你如果需要点短顺的发送去哪里 这边存你都可以改 最重要就是下面这个位置 下面这个位置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们在lightway事业里面 我们是建立我们的组织 我们的组织主要是有右区跟左区 所以怎么样断 怎么样决定要去左跟右呢 就在这里去勾 你要发检下一个进来的会员 是进在你的左边还是进你的右边 这个你就是要决定 每天可以改的 每随时可以改的 这个一按下去就改了 所以好像是我有一个朋友加入 我要把他放在我右边的团队 我就进来把他点右 我这个连接给他 他进来的时候就是放在我右手边 就是那么简单 那我们全都要兼扣我们的左边跟右边团队 所以这个位置你一定要记住 每次如果有生的朋友有加入 你想要他进去你的左边还是右边 你先又在这个后台系统里面 先点你要往哪一边走 好吧 好了 那我们到我们面前的时候 你如果需要的 你可以把你的照片 上去你的website这个系统里面 如果人家登入的时候就会看到你的样子 有些人喜欢给人家看见 有些人不喜欢就随你 不放也没关系的 好 那我们主要这个bed office 主要就是一个叫主页的 查看我们个人的奖金 即可 BV跟订单的资料 这个非常重要就是这一面 我们进去的时候 我们这个版面会给你看几个东西 第一你的奖金 第二你的基盖的正点 就是我好像我现在是基金总裁 所以我没有再下一个了 所以我就基金总裁就是我最后了 还有这个实时的奖金就是 这个还有会提你 这个是我的户口 我下个这个礼拜六 我就到齐了 所以我必须要在礼拜六以前去下单买东西 如果不是我下面的这一组的分数 就会没有了 这组分数这是我的对碰奖金来源 所以这组分数不能没有的 如果我忘记去买 保持我的户口 31天去买一个东西 一个东西就好了 那我的activation就会没有了 所以这个要记住 如果我们真的要把那一位当成一个事业 你每个星期一定要进来看你什么时候要再买东西 整理由提你的 还有你会看到 主页你会看到你的订单 还有你最新的合作 品牌合作可办 谁增加你来了 谁来到了 那你就从第一页你就会看到 所以我们的home page 这个主页是很重要的 还有我们六个column 每个column都可以按进去去看的 好像我们要查看我们永根的记料 我们你看到这边有永根 下面就是查看你的永金 所以这怎样子我就按下去 按下去之后我就会看到 我的奖金是哪里 好就是这个的 我的奖金250块 250块是怎么来的 怎么会算出来的 那我们可以再按一个Excel 你看到这边 我们的奖金明示 你就按下去 只要你说Porter Introduce Phone 就是我介绍人家的奖金 我介绍谁 那我介绍这三个 这三个就是总共就是那个250块 就是这样子去看 那我们可以在永金 我们有一个column叫永金 永金里面你可以看到你每个礼拜 我们Lineway是每个礼拜结算的 礼拜天到礼拜天到礼拜天的12点就是我们礼拜一的早上 到礼拜天的12点59分就为之一个礼拜 好吧 是美国时间 所以在我们亚太区 就是大概我们下午的2点钟开始吧 对吗 礼拜一 下午2点钟就是开始新的一个礼拜 所以我们的永金是每个礼拜结算的 还有你在看到永金 看到未该 看到野质分数 看到你的收入 看到你的永金 还有你可以申请一个永金的收入的明示 他可以在这个位置收入明示里面去pn出来 就是列印出来pinting pn出来你的奖金是有多小可以你自己弄的 还有我们可以申请一张commission pay card 可以申请的 还有如果我们有没有值分去过期的 我们可以查看 还有我们信下什么分数也可以在这里查看 还有我们想拿奖金有什么资格也可以在这边去查看的 好了我们去看我们的commission 我们可以决定我们这个就是commission 你收那么多钱 有些国家我们是要报税的 香港海外的收入可以不报税 但是不同国家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根据你们当地的情况要去做 要不要报税 就是通知税务局你的税换你的收入情况 那那位的系统里面就是收入明示 这个位置你只需要把那个 那个礼拜你打下去也可以 他会出一个report给你 那个report里面就会看到你赚这个礼拜赚几钱 这个情况总共有多少分数 他会有一个这样子的给你看的 好 那我们看到我们每个人好像我们会看到我的分数 有几分有几多分数下个礼拜就会没有呢 因为我们的分数可以 可以accuminate 就是累积52个星期的 所以我们要拿对碰52个星期里面就要把我们的分数对碰成为奖金 那我们也有对等奖金怎么样升回就经理啊 经理他拿到什么的对等奖金呢 简里你也有你可以看到哈 好了 这个就是说对等奖金你拿这个人拿到吗 你不能拿到 因为他还没有符合经理 你还没有符合这个资格 所以其实这个系统是非常好 他会看到我们自己现在达到什么目标 还有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哪里 你有什么还没有做到 你应该是要做什么 我们这个系统也会提你的 就是这个位置 你的你未该的重点 就是好像是这一个人 下一个级别就是经理 就是现在他是经理吗 还没 所以他怎样去做经理呢 那我怎样去做经理呢 我们现在很多升的进来 就你按这个查看出销场景 你按进去他会跟你说 你经理已经finish 83个% 还有欠什么 就是欠你的左区下面 还欠两个人 这个人已经找到两个人在你 他的右手边 但是他的左手边还欠两个人 所以如果左手边欠两个人 我们刚才叫大家去写定 左区跟右区 他就要把他的写定 放到他现在的 要放到左区里面 那他按左区 下一个朋友进来就会 直接到他的左区 那他就更加容易更加快 去达到每一个即位的需要了 这个大家明不明白 其实我们这个系统非常好 会提你每一步怎么做 你只需要按下去去看就可以了 好了我们再来 你也可以看到你的追身分效项就是你团队 你团队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系统里面的001 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自己系统里面的001 明白吗 那这个追身的分效项就是 从你加入以后 这些人在加入的人就是你的团队 追身的分效项 追身分效项 这些人可以是你加入以后 才从你的那边去加入的 他们的分数你也可以享受 所以呢你会看到这个是你的追身分效项 好了跟你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这个就是我们 史史讲经明示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礼拜 每个礼拜去算的 第一你活不活跃 第一个有六式的T 就是有Tick 就是说你活跃的 你有资格 还有呢你个人业务量有110分 就是今年以上是需要110分 一般的会员其实55分 也是算那个Active 周期是什么 就是现在到现在 这个星期 这个周期这个礼拜 你LV 是你的左区 总共有多少分数 周期RV 就是你的右手边 总共主期有多少分数 总共主期有多少分数 明白吗 总LV是什么 总RV是什么 就是从你开始到现在 现在ACCUMINATE 利益之下来的分数 还有几多 我们一边660分 另外一边330分 就会有一次的堆碰奖金 当然你是需要自己 户口是活跃的 你左手边跟右手边 有一个活跃的同级委员 就是他们是买一包进来的 你要达到这个条件 这个分数 就会开始变成对碰奖金 明白吗 你必须要自己的户口是活跃的 你的左边跟右边都有一个同级 就是买一包进来的人最小 这个是最小的要求 这个你就可以开始去拿对碰奖金 所以这个威力的分数跟你就有关系了 因为只要你符合 刚才我说的 减你的分数 他好像是现在这个总LV 55636分 他的总RV 8819分 他就有两次对碰 因为我们小的哪边是330 所以他可以拿到两次对碰 所以有100块的美金 明白吗 是这样算 好了 再下去 下面他有一个位置 就是查看所有的分数怎么来 这个5万多分跟几百分是怎么来的 就是这里 就是你 你的团队里面的人 accumulate 下来的给你的 所以我们那一位里面 不只是做一个自己做生意 其实我们是用一个团队 这个团队里面的会员 可以是你认识的 也可以是你完全不认识的 但是我们就是一同去做这个业务 很好玩的 因为那个分数是很容易就能累积下来的 所以我们看明白那一位的业务 你就会知道 它其实很容易可以让你可以赚到足够的钱 好吧 只是我们要研究一下 开始的时候你要先明白这个系统 怎么玩 怎么做 怎么出着 那你就会帮到你将来的事业 怎么去走这条路 好吧 好 什么叫香店 那我们香店就是我们购买我们的产品 我们星级会员的套章 还有就是我们怎样去买我们围棋活跃的套章 我们每个人进来的时候是从朋友给我们一条链接 我们按下去去买产品 加入成为会员 从于我们现在开这个户口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已经开到户口了 你已经有自己的户口 你就不需要再用你朋友的链接去买东西 对不对 现在是从你真正的户口 后台系统去买东西 所以呢我们进来我们后台系统 就会看到商店 商店里面就会看到所有产品 我的扣物车 出销 出销 贴片 护肤 那个产品 唯物图章 那个销售工具 跟星级图章 首先 如果你 开始的时候不是卖砖石的 你是买一个铜 还是一个铜 一个金套章 进来的 我们先决定要买什么的时候 是先选这个星级套章 最低下那个星级套章 因为星级套章 是让我们能够可以符合 最低要求是跟金套章 才能升去做金尼 所以我必须要先选 是选那个星级套章 好吧 那我们选所有的产品 你看到 我们会员每一包是69.95 那如果我们星级套章 是按我们的套章的价格去升级 好像是我进来的时候 我只有买一包 139而已 如果我upgrade去购 购是500块 我当时进来的时候 是一个铜 铜是125块 所以我相差375 我负375 我就能够upgrade去一个购了 这意思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开始的时候 可以不需要买太多 也不需要叫朋友买太多 他们试试看 好用呢 一个铜铜 更进来 结束 就upgrade去购 再结束 去去diamond 就我们是怎样走也可以的 就开始的时候 给他们一点信心 怎么用啊 用好产品啊 他们才进来商量业务的 发展的问题 好吧 好了 我们星期套章 所有的套章 全都你能够自己去配搭 选择的 所以你按下去以后 你在里面去自己挑 你需要什么产品 我们的比例 我们的比例是一包39 等于两包的功能贴片 所以我们卖套章 买功能贴片会比较发酸 因为就等于一包是50块而已 刚才我们如果在系统后面去买的 就是69.95 就是相差差不多20块钱 好了 那我们选好我们的套章 下面这个8会变60 就对了 60就是对了 如果红色就是太多 黄色就是太小 60就是对了 那你就可以系组去付款了 如果你已经买了进套章 还有可能你也买了那个钻石套章 我就想我不想要 我进套章 我不想再买上去那么贵的 我想要尾物 什么叫尾物套章 公司有给我们分销 像每个人需要每个月去买 最小的一个分数就是55分 才让我们的户口活约 可以 累积那个分数去做我们的 Binary Bonus 所以呢 我们的户口 必须要活约 那个分数 才能够留在我们的户口 如果你的户口没有活约 就好像明天到期 你明天没有买 它就会全都变0了 所以就没有分数 你就又重新再来了 你看到我现在有200多万分 我当然是不愿意调走它们 所以我是一定会这个礼拜六 还是早一天我才去买的 为什么我不今天买呀 因为我们买的时候 我们买的当天去计算 三十一天 所以我一般是最后一天去买的 明白吗 如果我早一点买 我就会小掉几天 所以呢 我一般他说七月八号 我是到期 我就七月八号才去买东西 我是这样子 那我的三十一天就永远是 有三十一天 如果你早十天去买 你就小十天了 明白吗 这个意思 那维吾套章 我们还没有即可的 就是金银还没有到的 你可以挑战细款 那可以买Ala Vida套章 它可以把你的分数分两个月进去 所以Ala Vida是有两个月的活 约一次数六十分 那另外你可以买三个月的X39 有三包 那你也可以 三包 对三包 那你也可以去买那个 就是功能贴片的六个月 六个月的350块有七包 所以五十块一包 这个呢 还有一个是六个月的X39 就是那你这个package 这个如果你们还没有到manager 不需要一定要110分的 就是可以买这四个套章 但是如果你已经是manager规的 你必须要买这两个套章 就是它每个月会给你110分以下的分数 好吗 好 那我们买东西放下去以后 我们就要放地址 现在我们地址要重新放我们的区 邮金编号不能够empty了 我们香港是没有邮金编号的 所以我们香港朋友就是按0000就可以了 其他国家的朋友请你按照你们的邮金编码去放进去 因为可能每个国家有时很大 你不放这个邮金编码就会找错省份 那就惨了 好 那还有配送的地址 你看到你买的东西是传了 骑传了 对了 看到价格没错了 你就会按基础去买 那放你的信用卡资料 信用卡记住 如果有些朋友帮人家刷信用卡 如果你刚才刷500 后来一个朋友有买500 是一样价格的 你会发现你的信用卡刷不到 因为我们系统 那一位的系统upgrade 就是它不让人家 同一个人去买几份 就是怕你的户口被盗用 还是你偷人家的卡 所以这个信用卡 如果是同一个银码 一直在买是买不到 就只有买一次 但是如果同一家信用卡 买的银码不一样 好像只有一家是500 下一次是900 是可以的 我有试过了 所以呢 但是同一家卡 如果同一天用很多次的话 公司就会拒绝你的付款 好吧 那还有你买的时候 如果你是帮朋友买 你信用卡是你用自己的朋友的名字去登记的 那它一定会出这个一个事情 就是跟你说 你们的名字不相符 你是不是愿意接受这个条款 还有里面可能存在风险 那你就你要先看 就是你解受以后才按计数 那我们再下去了 就看到我买的产品是什么 就是最后必须要记住是要原神星级 它会跟你在第一次是不是这个资料 是不是这个地址 是不是这个支付方法 如果是你就原神星级 那后来原神以后就会出现 这个有一个order number的偏号 送机去哪里的 好吧 就是会这样子出来给你看 好 那我们推荐生的会员 肯查和组织基信 我推荐了 我怎么推荐呢 你们就在这个系统后面 就是有第三个column 就是组织 第四个column 我们是组织 组织有第一个按下去 按下去推荐生会员 那按下去以后就会跑来这一边 跑来这一边里面就会放什么 你先挑你的国家 挑你需要的语言 你可以在这边先算一下 那进去以后 我们的连接 其实有人有一个快速的连接 就是下面的一个 就是lightway.com username and roman 那一个short一个pack 就是这个连接 就是先给你朋友是同一个连接 那你就先给你的朋友 他按下去就会进去这一边 他就自己买加入的套章 那他以后就是跟星期套章一样 他登记了 他进去了 买好了 就会有一个会员的号码给他 第一次的全都是19什么什么 所以现在我们190万跟委员 在lightway 所以我们是其中一个 所以还是很早 因为公司辞职这几年 X39发明以后才脱减全球 所以现在全球才190万人 还有很多机会 大家努力努力把全世界的人都放在你的家 放在你的团队下面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 从主机里面 我们谁了可以加入会员 我们也可以看到你自己推荐的团队里面 有谁 他们是什么身份 他们买了什么产品 他们的资料是什么 你这个也可以自己看到 还有这个主机里面 还有很多很重要的 重要的corner 你可以看到的 好像这一个会员活跃的情况 就是刚才我哪个户口 我7月8号如果我没有买 所以我的户口现在是 一个网是中间一点的 就是我下个礼拜就不活跃了 就会出现这一个了 如果你下个礼拜还是活跃呢 他就会出60的一根钩 还有如果你下周 现在整个周已经不活跃了 他下个周就更不活跃 他就会出一个红色的梗碳号 那如果高差是什么 就是你现在已经不活跃了 你已经没有分数了 那你快快重新去买了 因为你买一买一天 重新把你的分数重新 储存起来 还有你也可以从这个主机里面 下线这个位置 去看到你下线的位置 可能你的下线比你更厉害 可能你的下线已经做经理了 做懂事了 你怎么看到呢 你就可以进来这边 去下线这一份 去看每一个下线 他们的情况 他们的状态是什么 还有我们团队 有一个团队的记性 谁不活跃 还有谁是你甚至推传的 只是过去三十天里面 你的互动情况 全都有一个 report 所以我们那位的 back up service 是真的很好 这个office里面 你可以看到很多东西 你就不需要请B叔 也不需要请会计 因为里面已经帮你算好了 还有我们如果去选择生日会员的位置 我们放置的原基 第一 计算你下一个星期 就是下一个 你应该放左 还是放右 才能做经理 你要先看这一个 另外就是计算对碰分数 如果没有人的先进 你就选分数 我放哪一边 我可以拿到对碰奖金 这个就是去算 还有第三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户口也是独立的 我跟你跟谁 他进来全都是自己户口里面的明明义 从明明义去开始的 所以我们放他在左边跟右边 其实没关系 我们左右团队 都是我们需要自己去建立 所以呢 我们选会员的时候 我们按照这个系统 就是每个人也是独立的 所以不一定你的朋友 只有要传放在一边 也不一定你的称切 要放在一边 不需要的 其实你可以把它们打散 因为每个人都是自治户口的 001 好吗 好了 好 我们建立我们的团队 你就会看到 我们后面 你进去的时候 在Binewichi 这个是主级 来到最下面 最命的第二 那个位置 你进去就会看到自己 左线跟右线 这个身是什么 这个有一个心 那个人头上面有一个心 就是这个人是你自己介绍的 所以他的系统后面有一个心 就是提醒你 它是你介绍的 那为什么不同颜色 不同level的就有不同颜色 如果你已经是director 你的背景是红色 如果你是manager 你的背景是六的 就是不一样的身份 不一样的 基盖 就会有不一样的颜色 好了 我们发言是放在左边还是右边最外面的 但是我们有一个就是你这个14568 14568它有一边我们是叫做我们的power力 power力就是我的象限跟我的团队的人 如果有新加入的同一边的人新加入的这边的分数 我也能够享受 这个是叫power力 但是每个人都有一个profit力 我的profit力在我左手边 那另外14568它的profit力也是在他的左手边 所以他加入的时候 就算他power力有其他人 调他分数给他 他还是有一边一定要自己做 否则他就拿不到分数去做 对碰 我们主要对碰就是 建立我们指制的左右团队 好吗 可能你的指制左边 可能他是右边美观式 我们每个也是明明一开始 我们慢慢一步一步学识 怎么样去accumulate 怎么样去累积我们的团队的人脉 跟我们的组织把它建起来 那你每个礼拜就是堆碰减金已经够你生活了 好我们就是怎样天空的 这个叫组织树账图 还有一个叫组织树账图 你就会看到后面 从你的bed office看到就是这样子的 好 那我们还有一个去找我们最下方 右下方 如果你的团队很大 其实我们每次只能够看到三个level的人 所以我好像现在是一万人 一万多人 所以我要按很久 所以我基本上我没有在看这一个 我就去看什么 看我自己推船的人 有几个 就是我自己这个 你看到这个一点 拉到最底下 就是趁机推船淘表 你趁机推船的每一个人 他的动态是什么 你按下去就会看到了 这个人接下多少人 这个人接下多少人 在这个你自己推船的人 跟那个图表比较好看 容易看到你自己介绍多少人 他们的活动情况是怎么样 我们每个人主要教顾我们 介绍进来的朋友 每个人是怎样做的时候 那我们的团队才能健康起来 还有我们公司有一些不同的event 不同的weapon 你可以参加的 你要知道他会有一个时间 就是放在我们的后台 就好像是试检 event 试检 有什么时间 你就把它记下来 去进去去听就可以了 还有你自己买了什么产品 我们有一个订单 你订单订了什么 买了什么 公司会很详细的帮你记下来 所以你不需要汇集 那我们每个订单也有资料 还有我们公司的后台系统 有一个机缘部分 机缘的部分就会给你有很多资料 你可以看到公司有什么leaflet 公司有什么chaining 有什么guide 这边你也可以看到有一些表格 你需要download 好像刚才我说的 如果你的名字要change 你就去机缘里面拉到最底 disputed form 这里就有一个change of name 什么什么 你要怎么改 就在这边download了 好了 那我们怎么样收涨金 我最后这五分钟就是说 如果收涨金 奖金你一定是 你已经有介绍朋友 你才会有奖金 那奖金怎么收 公司看到你有奖金以后 他会发一个电邮给你 那你可以从你的backoffice系统里面 争取支付门户 支付门户 你就会来到这个Liveway IPO奖金发送系统 这个pay portal 可以用银行汇款给你 可以用paypal 也可以用Liveway的信用卡去送款 也可以的 那你怎么样去申请 主要就是你有奖金的时候 公司会发你的电邮给你链接 你就是准备以下的资料 你的会员号码 你的身份信 还是你的passport 也可以的 那你的银行 你需要准备那个银行是你的名字 所以你公司会发电邮给你 你就把资料送过去 还是upload去我们的系统就可以了 那我们开通这个IPO以后 大概两个礼拜以后 你就会自动每个礼拜收到奖金 还没有发给你的奖金 第一期会一次发送给你 所以你就可以 就一直在看到每个礼拜 就会收到奖金这个事情 那我们的出座网站就是 LiveWay.GlobalWallet.com 你可以也是储存这一个版面 我们IPO每一个月是一块美金而已 所以你每个月 它会扣你一块钱的手术费 好了 你就会收到像这样的email 跟你说你有钱 你可以开通那个IPO 那你就按下去 就按下去 那个follow 它给你的username跟password 因为这个系统 是另外一个独立的银行系统 是收款的系统 所以你要另外一个create 密码可以跟你 BedOffice的不一样 好 那这个就是它的版面 你按下去之后就是它给你资料 那你就是跟住那个步骤 把你的个人的资料放进去 填好了 再upload你的身份镜 upload你的资料上去 以后把它编成这个file 就是pngjpdf 主要就是你身份镜名的文件 跟你的地址 好吧 还有银行的资料 就是这三样而已 那如果你成功上载呢 公司就会发你一个电邮 你那个IPO就开始可以用 它也会叫你给银行的户口去查 是不是是你的名字 所以必须要是你个人名字的银行户口 我可以收美金 可以收什么币 当地的科币也可以 如果你用美金户口 你又给美金户口也是可以的 好了 我们今天收到钱以后呢 那就是你可以透过这个系统里面 登记你香港户口 就是它上载的时候 那个户口啊 那直接就是传浅到你的户口 那我们那位还有手机应用的情势 你可以去Apple Store 还是Google Pay 订阅LiveWay 你就可以看到一个系统 这个系统可以帮助你们去发展你们的业务 所以你也可以用手机去Follow up你的朋友 把直信送给他们也可以的 还有我们LiveWay有声明 我们所有的产品 我们是不能够放在Amazon Ebay Facebook去卖的 我们只能够通过人家 登入我们的链接去购买产品 所以如果所有 不是经公司LiveWay平台 扣买的产品 公司是不会有退款 也不会扶责任的 所以我们做那个经销商 我们一定要我们的客户知道 他通过我们经事的渠度去买产品 才有保障才有退款 我们的退款 是从买东西哪天计算的30天里面 去申请退款 所以产品你可以用28片 你还可以退款 明白吗 因为大概两三天就送到了 所以你可以用28天 还是可以退款 但是如果从其他平台 你不知道人家怎么储存 也不知道他是真还是假的产品 所以就千万不要了 还有你用那个渠道去买的产品 你是没办法经营业务的 我们现在是教大家 经营业务 还有可以用产品 用好自己的身体 在帮助我们心边的朋友 所以这个工作 这个生意是非常的有意义 大家也是要追随我们官方 不要多买产品 放在网上去卖 这个不是来为想要我们见到的事情 好吧 好我今天晚上的分享到解你 我今天9点还有一个广东话的 等一下我们有渐进分享 那我下个礼拜 我可以再跟大家去分享 我们Live的奖金计划 用那个国语去帮大家分享 所以下个礼拜一八点钟 我们再见吧 好吧 谢谢大家 如果你们不参加那个9点的 我们香港的Live 那你们现在可以推出 那跟节住 我们会有我们的香港的Leader 跟我们分享渐进分享 好吧 我先休息5分钟 再回来这个链接 我现在断先断 好 谢谢大家 下个礼拜再见